杨彩玉,1992年9月28日出生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歌手、主持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表演戏。 杨彩玉小时候生活在武汉这座城市,并在武汉上幼儿园,后来杨彩玉才来到了深圳生活。 为了自己的爱好,杨彩玉去和全国拉丁舞冠军学习舞蹈,每周末风雨无阻,都会从深圳跑去广州上两个小时的课。 读完五年级的杨彩玉,觉得已经学会了小学的知识,直接就跳级到了初中,在初二的时候还拿到了是三好学生,放在当时的整个全年级仅此一个。 同时,杨彩玉在才艺的方面也没有落下,周末的时间就在各种艺能学习中度过。 唱歌,跳舞的天资逐渐显露,努力又好学的他,在小小年级就拿了很多比赛的奖项。 面对这些,杨彩玉并没有骄傲,反而在参加参观美国十大名校的夏令营时, 他萌生了出国深造学习的的念头。 杨彩玉的父母刚开始反对女儿出国,因为那边人生地不熟,担心女儿不习惯, 但知道女儿是去那边深造学习,最终还是同意了。 就这样,杨彩玉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前往美国深造学习了。 在2003年的5月,多才多艺的杨彩玉在众多竞争者中脱油而出, 读唱由李海英作曲。 乔宇作词的中央电视台大型动画《哪吒传奇》的片尾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杨彩玉用他的歌喉,完美地唱出了小哪吒该有的特质, 使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后,都能简单地哼出几句歌词。 2007年3月,杨彩玉担任了游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二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总决赛即颁奖晚会主持人。 当主持人的杨彩玉丝毫没有怯场,把全场的气氛都能带动起来。 在2011年,杨彩玉被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波士顿大学等五所大学的传媒专业所录取, 可他却都拒绝了,杨彩玉最终选择了回国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并顺利录取,多才多艺的杨彩玉还担任了表演戏大一的课代表。 有了良好的基础,杨彩玉的机会也来了。 在10月,他拍摄《中国移动无线城市》宣传片, 并在11月,杨彩玉还担任第十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大学生电影展双鱼主持人。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杨彩玉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研究生。 在经过了三轮严科的考试后,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历史上第三个被录取的中国人。 但杨彩玉再三权衡之后,为了能实现他现阶段的梦想, 他却选择了放弃,选择进入了娱乐圈追逐他的梦想。 芳华的大火,观众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浓年高级感美女, 这也让杨彩玉红了起来,并且被观众们称为芳华六美。 有了这些的加持,多才多艺的杨彩玉也在娱乐圈里站稳了脚跟, 用他优秀的演技能继续拍出更好的电影和电视剧。 最后,也祝多才多艺的高颜值美女杨彩玉能够越来越红。